大家好,我是邱慧芳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学24次太极拳 大家好,我是邱慧芳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24次太极拳的第19个动作 海底针20个动作 闪通闭 海底针20个动作 给你接着的 möchte 可以打授卖 黄 emancip 两个动作 这本 categor!",是 manif一三个 &OR am 下面我们还是一起复习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好 去蹲 左前方上步 抱球 好 右脚上步 右穿梭 回座 钉步抱球 左脚上步 左穿梭 好 今天这两个内容都是单式动作 又不存在左右的区别了 但是这两个动作手上的练习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学第一个动作 海底针 海底针这个动作还是跟我们之前的很多动作相似 比如说白河亮翅 手挥琵琶 高碳马 非常近似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步行 它又出现了根部的练习 也是又出现了一个根部虚部这么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根部移重心到后脚 然后虚部 那这个表现形式在我们二十四十太极拳里头是经常出现的 它是虚部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应该很熟悉 我们这个根部到虚部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所以我们呢 下面呢 我们重点学习我们海底针的上肢动作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面对着大家一起来 好 首先是我们的穿梭 穿梭 那么这个穿梭呢 记住啊 一定是右手 最后我们一个是右穿梭嘛 所以说是右手在前啊 好 首先 我们之前呢 是身体是斜的 对吧 右穿梭嘛 对吧 好 等我们到海底针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要慢慢调整到正前方 然后右手先走 你看 主要是右手啊 先看右手啊 右手画一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看的都是平原的动作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 海底针是一个立圆 而且他的手是立起来的 立圆 立圆 你看 立圆 贴着你的大腿外侧 然后提起来 提到哪里 提到耳朵旁边 提到耳朵旁边 看见没有 提到耳朵旁边 然后呢 掌呢 这个我们的手腕呢 是扣起来的 也是扣在耳朵旁边 手指尖冲下 好 然后向前方 擦掌下去 我们测着看 就是这样的啊 好 你看 走一个立圆 然后提到耳朵的位置上面 好 然后擦掌 对吧 它就等于说走了一圈 是不是 走了一圈 那么这个动作呢 记住 千万不要出现 手跑到后面去了啊 就到大腿 大腿外侧 就往上提就可以了 提到耳朵 然后再向前 走一个弧线形擦掌 走一个弧线形擦掌 这是我们的右手 那左手做什么呢 左手非常简单 刚刚不是架掌吗 左手就是从上往下 做了一个按掌 就把它从上面放下来 放到身体的左侧 然后手指尖冲前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个动作 一个一圈 一个半圈 要同时到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那么首先是怎样 首先就是右手先走 先走半圈 走到大腿的外侧 然后往上提的时候 我们的左手开始往下走 右手往上提 左手往下走 好 接着 右手向前穿出去 对了 最终呢是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左手在后的 好 再来一次上肢动作啊 好 身体调整 右手先走 好 接着左手跟上 右手提到耳朵旁边 好 接着向前 擦掌出去 好 下面把我们的上下肢 结合起来一起做啊 好 还是面对大家 好 跟半步 你看身体调整了 对吧 跟半步身体就调整了 那你的步子呢 也要放在你的脚的后面 而不是放在外面啊 一定记住这一点 好 跟半步身体调整 接着重心移到后脚 同时右手先走 左手跟上 左手跟上 好 擦掌的时候 开始我们的左脚向前须步 对 这个动作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重心的转换 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现象 侧面看啊 跟步 然后提手到耳旁 因为我们的左脚要向前 同时右手也要向前 所以有的同学就会做成 重心也跟着向前 这种动作 这就错了啊 左脚向前 点地 右手向前 擦掌 但是重心始终都保持在后面 重心始终都在后面 好 看一遍啊 你看 根部 提手到耳旁 重心在后面 好 擦掌 只是出脚了 擦掌了 但是重心 还是在后腿 身体可以略微前倾一点点 可以前倾一点 它的攻击方向是我们的斜下方 眼睛也看着斜前方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吧 好 大家跟我再做一遍啊 海底针这个动作 跟半步 移重心 提手到耳旁 左手跟上 也往下按 须部 海底针 好 我们接着下一个动作 二十个动作 散通病 首先将我们的左脚收回来 点地 成一个钉步啊 收回来 收脚钉步 同时将我们的右手 右手怎么样 从下面 移到我们右耳旁边的位置上面 虎口朝上 手指尖冲前 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放在右手的手腕的内侧 收脚 身体向右转 侧身 好 接着左脚向前伸出去 左脚先出去 正前方 然后左手向前推 右手向外撑 右手向外撑 也就是右手有一个向外翻的一个过程 左手向前推 右手向后撑 好 这个动作呢 比较简单 海底针 再来一次啊 那这个 闪通病 收手收脚 出脚 公布闪通病 眼睛往前看 好 我们把这两个动作 按照它的这个正常的眼帘方向 我们来一次 首先我们的穿梭是斜的啊 左前斜方 好 跟半步 身体调整 提手到耳旁 重心移到后面 好 须部 海底针 收手收脚 左脚收回来 钉步 那么右手放到我们的右耳旁 好 出脚 公布闪通病 左手推出去 右手撑开 好 这个动作呢 就是一定要 就是这两个动作 一定要注意它 因为它没有一些连贯性 就没有左边和右边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它单个动作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我们在海底针的时候 它的须部是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海底针完了以后的动作呢 它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侧身推掌 一定是侧身推掌就可以了 好 下面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下背向演示 好 跟半步 移重心 提手到耳旁 须部 海底针 收手收脚 出脚 公布闪通病 好 这两个动作 大家要回去也是一样的 要常学 常练 常看 好 今天的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好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